右邊本身是富士山 沿路這個湖其實很漂亮 就是剛剛有個富士山倒影 我們不要下去拍照 第一,行程有點乾 第二,富士山已經被救運遮了半隻 所以我們繼續向前開就算數 大家好,我是沖省 歡迎繼續收看沖出來游 如果未看之前兩集的話 記得回去看 沒有緊密行程的自駕遊 最大的好處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看到什麼想停下來就停下來 精明的觀眾應該不難發現 又到了我們的午飯時間 在這裡有一條商店街當然不會錯過 所以我們就決定在這裡停一停車 走一走街,吃個飯再說 這裡有很多小店 要買手信的你千萬不要錯過 有很多更加跟富士山有關 例如富士山外觀的糕點、擺設、食物等等 還有很多火山石、水晶 有興趣的朋友就不妨看看 在這裡要找東西吃的朋友 都可以抬一抬頭 留意一下二樓有很多小食店或餐館 我們最後去了一間店 有燒肉食 兩個人埋單不用3000日圓 不過不失的一餐 吃飽呢,繼續我們的行程 這間店 這間店發生什麼事呢 這間是Lawson 其實它後面 你看到很多雲 那裡 是有個富士山在這裡 那為什麼是有個富士山呢 因為現在沒有了 那這一間呢 就 人家說 是 全日本最美的Lawson 因為後面有個富士山綁住 那 到此一遊算了 拜拜 介紹一下 這裡有齊天大勝 美後王是住在這裡 我們現在在哪裡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叫做 新倉山淺間公園 這裡呢 都是很有特色 就是有一隻隻東西飛一飛 那這裡呢 是有什麼看的呢 有390多級樓梯走上去 沒有記錯 是398 行樓梯而已 不用怕啊 立刻覺得膝蓋 有點搞不定 專稱它 叫它膝蓋歌 頂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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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國第一山 新倉富士淺間神社 好了 讓我介紹一下 這個新倉山淺間公園 一上去 你就會看到 新倉富士淺間神社 神社的歷史故事 我真的找不到很多 現場呢 也都太多不明飛行物體了 所以呢 我們走馬漢花 看完就算了 後來呢 網上找了一下 原來他們的御守 和繪馬呢 都是很出名的 喜歡收集這些東西的朋友呢 就不要錯過了 那接下來呢 就是400級樓梯的挑戰了 其實不高的 大約20層樓左右 斜度呢 都是挺直的 大約20級呢 就會有一個小平台 可以讓你休息一下 看到入口 可以選擇斜坡 又或者樓梯的時候 那我當然是問一下 下山的人的意見 不好意思 請問一下 那是走樓梯還是走斜坡呢 樓梯比較陡 樓梯比較陡 走很久 這個也很久 但是路比較平 那大概上去了多久 上去了多久 我們是 一下走樓梯 一下走平 哦 五到十分 因為你最近就樓梯 你會走到腳那邊 哦好好好 謝謝 我們是望山跑死馬 這個 如果呢 和男朋友來呢 你就知道他 是不是很腰很神 真的 好爽啊 這條氣 個人個人 可不可以開車上去 哇 我很喜歡走樓梯啊 唉 整條電梯在這裡 兩百人搭一次 應該都有人搭 三百級不是野少 唉 那張 三連的樓梯都走光了 一路走一路撥蚊才辛苦 各位 我的肺是OK的 腳都OK的 這裡呢 看到一棟東西了 原來這一棟呢 叫中靈塔 那他說是 紀念那些 戰爭死亡者的亡魂 是第一次世界大戰 日清和日露年代 1868年起的 那就是這棟東西了 那呢 我們選了斜路走走 這棟樓梯那些呢 都是樂多 這邊已經 有些東西看的了 不過不是想看的東西 好 那來到這裡呢 看到個展望台了 繼續走 知書橫請 我已經看到景了 這個就是傳說中的明信片景 是 走到這裡拍攝 終於到達了 應該是 富士山在這裡 當然了 他今天休息了 唉 叫做到此一遊 拍照 我們先上吧 大喇喇 要上成400級樓梯的景點 為何都這麼多人爭著上來看呢 是因為這裡有一個 明信片級別的美景 我相信這個畫面 也都在很多的日本旅遊 宣傳冊子上面 你一定看過 也都正正是 新倉山淺間公園 最大的魅力所在 這裡可以一次過飽覽 代表日本的富士山 富士吉田市的地標 中靈塔 春天的話 又會有櫻花 秋天的話 它會有紅葉 這裡更加被評為 全世界攝影師 在臨死之前 一定要去的 21個地方之一 他排名第九 不過呢 我還未感受到 這個畫面的震撼力 原因 你都明白的啦 因為富士山 繼續是與魂共舞 我們再次圓坑一面 他們已經被黑色東西 生氣了全天 他們好像只是生黑色東西 那我呢 今天我穿白色衣服 給你看看 白色衣服 那他就不太生我的身 就生我的眼 可能我的眼 有黑色 我是這樣想 還有 我現在拿著GoPro來拍 GoPro是充滿了那些 小飛飛的 是啊 不是麥當勞那個小飛飛 你明白我說什麼 還有呢 奉勸天下間的朋友 盡量呢 人呢 叫煞 就不要生那麼久 我被他生了一整天 如果他一個人 我就伸了他去樓梯 但是很可惜 他們是一隻一隻 那他生我都沒有負 又生得久 生的頻率又多 時間又長 這樣就搞到 被人生的那些 就很不高興 你看到 每個人上來都很瘋 尤其是那些女生 每個人都很瘋 跳戲很瘋 那就完了 就好了 現在走回樓梯 唉 下山繼續下一個景點 不過我也給大家一點點提示 這次的行程 我們是不會見到富士山的 所以千萬不要錯過 下一站呢 就來到這個叫做QSTAR 應該是叫做QSTAR 應該是叫QSTAR QSTAR 在這個富士山站 為什麼會來這裡呢 就是說 上網找 他說 很多你想買手信的地方 這裡就比較集中和量多 富士山站 對 這裡有點像那些 很舊式的商場 不過不要管 有去看看 但QSTAR 就是裡面 這裡又不像 和你介紹一下 這間店 就叫做漁民 你吃完出來 開心的快樂 那你就是漁民樂 這裡真的是一個車站 喂 我們試一下這個 QSTAR 給大家看看 他看上去真的 要加一些幻想 才可以知道 是一個富士山 那些人形超不同的 但是 皮應該是翻熱的 不是很鬆軟 我趁熱試紅豆 紅豆吧 有拔給大家看看 紅豆 紅豆很熱 很燙手的 紅豆挺好吃的 很燙手的 還差一點 不是在車站那裡 想吃人家吃 紅豆 最好 有五樓 五樓 看看這裡有什麼 這裡有些東西 我們一會兒去逛逛 那裡面就不說了 黏著咪很羊 拜拜 拜拜 那讓我介紹一下這間QSTAR 裡面的確有很多手信買 如果大家剛剛在湖邊的商店街 沒買夠的話 可以在這裡再買一下 這裡雖然看上去有好幾層 但其實除了手信之外 很多都是普通的百貨公司貨式 其實都不是非常特別 這一站有時間的話 可以來看看 但如果沒有時間的話 其實錯過了 也不會特別可惜 要看你自己行程安排 這一集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至於下一集會去哪裏呢 就給你一點點畫面看看吧 歡迎在留言區裡猜猜一下 喜歡這條片的朋友 記得幫我點讚 還有分享出去 訂閱我 按鈴鐺 選全部 我有更新的時候 你就會收到通知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謝謝 輪廣 我們下集再見 我們下集再見